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现有点情绪可以理解 但是对英国就不一样了 英国和美国搓拢在一起 然后把这法国大弹给撬了 所以马克龙扬言 最近扬言要掐断英国的电力供应 哎 法国能掐断英国电力供应 对呀 很多人对这事不了解 马克龙这么做完全可以理解 马克龙还是个孩子 77年的 马克龙77年这才多大呀 77年四十几岁 他这个 他夫人比他大24岁 他夫人比我大两岁 那大概这种感觉 对吧 法国总统马克龙 无论如何还是个孩子 孩子吗 年轻人吗 小伙子吗 年轻气盛吗 一口气咽不下来呀 但是没办法 人在乌原下不能不低头 身为法国总统 他也只能大度 在连续召回驻美国大使 驻澳大利亚大使之后 还是接了拜登打来的电话 平时跟老大通过话也不容易 通了 然后呢 拜登说 这事多理解吧 啥也别说了 理解万岁吧 10月5号 马克龙 极不情愿的 在总统府 爱丽舍公 接见了 到访的 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 布林肯 布林肯干啥来了 他负有安抚的使命 美国 英国 两人在一块 撬了法国500多亿欧元的 这么一个 这个潜艇的大单 撬单这么大一生意 欧元 500多亿欧元 然后呢 居然 悍然 这地方可以用悍然吧 何不扩散协定都不顾及 向澳大利亚出售核潜艇 美国英国倒过来 然后捣毁了 法国和澳大利亚早就签订的 常规动力潜艇的合同 这种在盟友的背后 捅刀子的这种事 对美国来说 常干 常态 我不这么干不正常 但是马克龙受不了啊 当天就召回着两国大使 表示超级愤怒 出离的愤怒 法国国会紧急商讨 我们到底要不要退出北约 美国如此欺负我们 我们在北约里面还有什么意义呢 美国 法国关系 美法关系处于极其严重的关口 而冷战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 但是撂了几卷子之后 能量释放差不多了 也就平静下来 发泄完了 就行了 人在乌腰下不能不低头 谁让他这老大 谁让咱国力不济呢 谁让咱法国打不过人家呢 谁让法国帮了这么一个白眼狼呢 当年美国独立的时候 法国帮了多少忙 连那个自由女神 都是法国送的 双方见面了 讨论两国关系 遭遇危机之后 怎么处理 怎么恢复信任 反正布林肯说了几条 第一 美国不准备成人错 生意嘛 赛商言商嘛 澳大利亚愿意买我的 不愿意买你的 你没什么好说的 对不对 第二 美国没有收回成名的意思 你发脾气 我理解 但没想到你脾气这么大 你呢 自己消停消停 这事呢 你自己消化 第三 法国现在唯一能做的 那就是在不损害盟友的前提情况下 看看美国能帮你什么忙 你这不欺负人吗 法国能做什么呀 法国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 布林肯的访问进行冷处理 所谓冷处理 就是第一天 到访第一天 通常美国老大 国务卿来了 国务院一把手 那第一天就得见 这次马克龙说不见 第二天再见 也没差几个小时 对吧 这就叫冷处理了 这就要耍态度了 那怎么办 晒了他一天 这晒在我们北京胡同里 就要扫着他 扫着他一天 扫着你就扫着他 永远不理他 让他自己走人 不 还惹不起 还是要扫着一天之后 接着见 爱丽舍公的新闻公 马里说了 马克龙会见了 布林肯 只在讨论修复法国和美国之间的信任 问题是信任已经没有了 所以现在要修复 能修复吗 这碗已经碎了 泼水能收吗 碗碎了 把它拘起来 中间不是还有个缝隙吗 法国和美国两国准备继续就欧盟和北约间的合作 还有非洲的什么萨哈勒问题 还有印太问题 加强协调 这种情况表示 法国虽然老大不愿意 但也只好承认现实 就给个面子 给个台阶 给个面子就下台阶吧 有台阶还不下 麻烦起来 跟美国得罪得罪不起 是吧 至于那五百多亿欧元 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吞 实在吞不下去 那也只好用法国生产的这种最好的红酒叫什么酒 我不知道我不喝酒 最好的波尔多红酒 还叫什么红酒 红酒往下送吧 打碎了牙齿 喝血吞 最好就喝着血吞 满口血 一口鲜血喷出来 然后再把它咽回去 法国现在跟美国打交道就是这种感觉 布林肯这次法国 巴黎之行 效果怎么样 应该这么说 安抚效果欠价 这个月有可能 拜登亲自出面 到欧洲 再见 马克龙 再安抚一次 拜登是80岁的老先生 他的年纪差不多是马克龙的一半 对吧 姜还是老的辣 马克龙被人算了吧 那次欧洲开会的时候 人家 英国和美国都已经捏过完了 只有法国不知道 但是法国议会开什么会 商讨什么事 美国中情局 美国的安全局全部都 都听得到 所以你不了解人家知己知彼 你知己不知彼 这次拜登决定 戴着黑口罩 过来再安抚他一次 法国有国际关系研究院 有个研究者说了 法国必须摆脱对美国的天真幻想 必须看到 美国虽然跟我们 这个有所谓战略联盟 但是联盟一分钱不值 他不惜使用的 不公平的手段 背后捅刀子 在经济上 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可是马克龙 你怎么办 马克龙算是有点血性的 但是有点血性 你又能怎么样 马克龙有血性不假 40岁的年轻人 但是缺少战略眼光 他不是战略家 他不是戴高乐将军 当今之世界 在美国和中国之间 不选边站才是上策 默克尔这种勇气 马克龙都没有 马克龙啊 这种妈宝型的男孩子 一直妈宝妈宝妈宝 后来呢 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到24岁的 那基本上是妈宝模式延续 所以呢 他在妈宝的这种 妈妈的这种呵护之下 可以表现出男子汉的 这个绝情和勇气来 但是旁边不断有人说 你真棒 你真棒 给你点赞 妈妈给你点 这才能表现 那真是 所以这种男人 你要他是 表现出戴高乐的将军来 戴高乐的将军 戴高乐将军的勇气来 做不到 只可惜啊 德国有人敢这么说 马克龙坚决不肯吐口 满口血 气门心 不长教训 他没有 还没有这种勇气 所以啊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人 跟这个马克龙的这个妇人 接触 这个 我这姐 马克龙 他的妇人 我得叫姐吧 对吧 我们东北人嘴甜 这就叫姐 妇人姐姐 没准这个人 脑子清楚 不过也说不定 咱不了解 咱就不管他了 反正临时加戏 临时加戏 原来说马克龙不见你 谁让你们干了那事了 后来马克龙又见了 见了之后给你面子了 所以呢 布林肯和马克龙 外电报道特别用的词叫做 严肃 严肃谈了40分钟 就正常报道了 叫做严肃谈心40分钟 严肃谈的是心吗 是情绪 是口水 是愤怒 是肾上腺 是假 不叫假装腺 肾上腺素 40分钟 叫做严肃谈心 40分钟 美国布林肯 两个人举行会谈 修补 这修补关系吧 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咱们是不想法国和这个美国关系彻底破裂 那就修复 美国的派人来了 表示主动了 马克龙也说 那好了 你说你能帮我干什么事吧 会谈气氛相当严肃 一对一 谈了40分钟 法国总统普称 说这个会谈呢 有利于双方的互信 这种官样文章 怎么叫有利于了 拿出什么办法了 美国怎么着呢 美国连错都不认 核潜艇照样 澳大利亚刚开始很高兴 现在知道了 美国人首先跟澳大利亚 你家 540多亿欧元 你得先打过来一部分 然后我还给你研究核潜艇 哦 原来是 不是你有核潜艇 卖给澳大利亚 是现在 澳大利亚拿出钱来给美国 美国拿出钱来研制新的核潜艇 好处是新的 周期有点长 多长 20年之后 2040年 形成战力 妈呀 2040年 莫里森那时候干嘛都不一定啊 莫里森那时候 还说了算吗 换几届政府了 5年一次的 这就 这就四五 就四届政府都过去了 澳大利亚现在核潜艇是跟中国发狠 自己晕掉了 自己以为自己能跟中国比量一下 发现这东西不行 那直径不行 所以要买核潜艇对付中国 美国也愿意让澳大利亚扮演这么一个不知死的这么一个往前冲的突击队队长的角色 但是20年之后才把这东西拿过来 说明澳大利亚你要不断的给送钱 美国20年之后才跟你打过来 反过来证明美国呢要跟中国打持久战 所谓战略的长期的竞争 澳大利亚得什么好了 不知道呢 中介什么幺蛾子 还不知道呢 布林肯接受法国电视二台的采访 美国承认美国原本是应该向法国沟通的 然后呢以避免危机 但是后来他没讲 为什么就不沟通啊 你说沟通了不同意 还可以说盟友之间 我们有话好好说 商量 你不沟通 啪就宣布了 你等我说背后戳刀子 戳刀子也就算了 衣服里边看不着 拿纱布给他绷上 美国相当于你啪啪啪 死要面子 你打法国人的脸 马克龙那张英军的面孔被你打得伤痕累累 这太过分了 法新社报道说 法国总统马克龙 见了这个布林肯举行了会谈 然后呢 澳大利亚这个那件事 美国法国现在互相都说了狠话 马克龙和美国官员见面 法国已经做出了最大努力 原来是不想见你的 现在见了 有人说拜登这个团队啊 本来是受外交方面比较专业 布林肯呢 这个同志一直搞外交 但是他一点实际外交工作经验都没有 一届书生 跟谁谈谁砸 从中国 从阿富汗 从澳大利亚 从法国 他的身影出在哪 哪个会谈就搞崩 所以拜登你作为一个前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 布林肯又原来作为你的部下 应该说很好用的 怎么会搞到这种程度 那拜登说 你是不知道 我有我的难处 我也没有钱呀 对吧 法国如果继续这单生意 我美国能得到什么好处啊 现在澳大利亚 接着我的核潜艇 就意味着 在500多亿欧元这个大单就过来了 我现在美国政府都快关门了 而且参众两院不同意我这个债务上限调整 那我马上就关门 政府就没法办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也是属于人在乌烟下 不得不低头 那法国你说马克龙1977年的这么一个年轻人 这事就了了 当然不能了 法国终于找到一个机会 法国最近两天表示 说应激烈海峡 应属群岛的电力供应 是我们法国提供的 对不对 我们李志进吧 我们提供的吗 决定 停了英国的电 为什么呀 找了个茬 说法国渔船在这捕捞许可证 不是英国别扭吗 那好了 现在你要再别扭 我告诉你 我就停你英国的电 谁让你在这里边扮演一个可耻的角色 这事怎么说 2020年 英国和欧盟达成一个贸易协议 法国渔民可以在这捕鱼 但是前提 得获得英国发放的捕鱼许可证 拿了许可证 可以在这继续补育 但是英国那边呢 有点小别扭 就发证嘛 大家知道世界上只要发证那个地方 他稍稍刁难你 你又必须要这个证 那就麻烦了 那好 英国别扭 英国别扭 没这事 那就小小不然就过了 现在英国你这样这样 法国就发狠 说好 你要这样的话 我就把电给你停了 给你停电 法国扮演一次 电老虎 爽不爽 爽 英国和法国这两国家这么多年就变名妞妞 呵呵答答的 有的时候一致 有的时候不一致 有的时候互相嘲笑 这一次呢 英国 英国你本来有短在法国手里 你就好好表现就完了 不 英国呢 刁难法国 说这样 你法国渔民 你在我这补牢可以啊 你可以继续补牢 但是这些渔民呢 你就要提供证据 证明你在英国脱欧以前就在这补牢 可是英属 这个是什么什么岛 因为没有办法向法国渔船发放许可证 激怒了法国的渔民和官员 马克龙正好找到这机会 法国负责欧洲事务的官员 那叫什么什么人 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说英国 英国老一贯说好不算数 没有遵守贸易协议 我们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你看看 这发狠的话 跟布林肯也不敢说 跟这个拜登也不敢说 跟着英国 然后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这种愤怒 渔民的愤怒 转递给我们政府 我们的外交官 所以 九个月以来 我们一直在冷静 友好的谈 如果你们要是 再别扭的话 那我们就决定 停了你们的电 这受不了 停了电 英国重新发电 那麻烦了 而且到底发放取口证 发放多少 原来说发生了多少份 现在少了多少份 反正是只要是找茬 总能找出茬来 大家都知道有 都有在家里边两口的闹别扭 找茬 他要想找茬 我告诉你 你没有一件事是做的对的 我们已经和欧盟同行决定了 在未来几天之内 我们将采取欧盟国家措施 最高线向英国施压 特别是英国出口到法国商品方面 你看又升级了 不光断电 你出口到法国的商品 我要跟你说到说到 干嘛 我们要捍卫自己的利益 既然那件事 你跟美国一起 跟我们别扭 那我们采取外交手段 来害不我们的利益 就是可以理解的 英国 你依赖我们能源 你还依赖我们的出口的优势 现在你跟我们过不去 法国也没有必要 既然你不仍 我也不义 现在国家之间的事 我做节目多了之后 我发现一个秘密 就跟过家家差不多 两个人交往差不多 最新的报道说 法国官员过去 曾经威胁切断的 这个 泽西 泽西岛的地理供应 因为英国脱欧以后 渔业是困扰英国和欧盟关系的 最具争议的问题 英属泽西岛的环保部门官员 他上周有个最新的说法 说泽西岛当局 希望能够让外国渔业 在水域保持于英国脱欧前的 类似的状态 并接受法国提供的各种形式的 证据方面的灵活 但是 有官员又出来变成说 泽西岛在整个发放过程当中 我们是务实的 我们是合理的 我们是证据为基础的 等等等等 法国说你少来 你刚刚背后戳了我一刀 现在你又刁难我 你不行 实在不行 我就停电 法国和英国这个别扭 最后演化到什么程度 我估计也不会太大 但是大家看清了 在利益面前 谁都是一样 所以 列宁说过 任何政党 任何个人 离开了利益 就要出仇 捍卫自己的利益 捍卫自己的合法利益 不要侵犯别人的利益 不要杀人越货 也不要投机取巧 这是做人的本分 好了 这期到这 再见 请不吝点赞